这就是当年莲师出关时 手扶石壁留下的鼠印 这个狗是不是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去莲师曾经修行的圣地 帕平 从太美尔打地过来一个半小时 挂一个金帆 在莲花生大市修行的洞口 挂一个金帆 这也是莲师曾经修行的一个冬告 点灯供养 吐波第36代战谱 赤松德战 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葬弘法 莲师途经此地 在此闭关修行 这是莲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圣地 这里好多金帆呀 我们已经进入了无产金帆的世界 刚才我应该把金帆挂在这边来的 第一次来不清楚 下次来就挂在这边 爬这个山坡还是有点累的了 我的天哪 它爬上去了 看到上面的人了没有 挂金帆的 这棵树里有十几米高 这个灰色是怎么个事 时间挂的久了 掉色了 或者是质量不好 这上面都是一些印度教的神奇 这个山顶上的风景一般 而且上面它是一个在建的印度教的寺庙 我超级喜欢这种感觉啊 自己的一家人过来挂金饭 这里的最多一般人都走到这边就不上去了 这个是莲花生大师修行的洞 叫阿修罗洞 外面这是它闭关 出关的时候 守抚在这个门口的外侧的墙壁上留下的大树印 洞里供奉着一尊莲丝石像 旁边的石壁上还有莲丝留下的膝盖印和头顶盖印 这是一个欧美小姐姐在打坐 继续点灯 这尺寸的东西 我看見你们的张人 是有个人的 这是一个小姐姐 我们的家姐姐 我们跟老子讲 有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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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什么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 我们会见 是什么 中参加 感谢观看